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8月23日,这是今天的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啊,中共官场啊,由于信息不透明,有些事啊,我需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啊,也就是你要看报纸的话,你就以为是他这个虚假宣传的啊,那种情况,其实不是啊,都是什么一个激烈的上层的内斗。 只不过是报道方面啊,演示的搞得云山雾罩的啊,仿佛是一个正常工作,其实很不正常啊,也就三中全会结束之后,北戴河会议,其实这里都充满着就是中南海南院北院,元老新贵各个派系的一个大决战,到现在也没完啊,那么习近平今天做出很多举动啊,都值得分析,我们来看一看,一个是什么呢,你看,这很有意思啊, 今天是22号,对不对啊,21号发生的事啊,8月21号公安部党委开了个扩大会议,我们知道公安部谁说了算,王小红,王小红才是习近平的铁杆,习近平最相信的人可以这样讲吧,除了菜鸟,可能就王小红了吧, 那么搞扩大会议,你看这个标题是什么,你就知道党内的权力动争非常激烈,激烈到什么程度啊,权力做好防风险,保安全,保稳定,促发展各项工作 也就是说现在他值得面临的风险,这个风险值两方面,一个是党内,军队党反对他人很多啊,以前人们都做很多分析了,为什么海外有这么多的,你说是谣言也行,留言也行,反正是肯定是,很多人呢,党内的一些人,和军队党的人,希望习近平下台,甚至习近平,甚至希望他垮台,死掉才好的,是吧, 你可见他们就是对习近平非常厌恶啊,那么他人还讲到了安全稳定,那社会不稳定,肯定是不稳定,你看成都,不就发生了这个群体性事件,虽然现在没有进一步扩大,那是因为中共,一个是残暴的镇压,对而手段狡猾,主要靠是网络封锁,媒体不报道,你看只有海外媒体报道,国内都不知道,就成都知道,四川知道啊,也就是这个, 成都周边这些城市,这就中共的一招,就是什么,当一件大事发生以后啊,媒体给你全面封锁,然后像起牙膏一样啊,不得不报的时候,在虚假的给你误导,这样就造成什么,人们不知道真相,你不知道真相,你就很难就是组织起来,形成什么,形成群众性的抗争,那和六四不一样,六四为什么会发生,那就很重要的原因,当时的媒体还是比较开放的啊, 也就是,克尔巴乔夫就来了,是吧,全世界的媒体都集中在背景,甚至摄像机都架好了,那段世界,你看人民罗,新华社,等等这些官媒啊,从未有过的自由,就在那个时候,所以每当一个事件发生,立即就会有响应, 因为你必须有知情权,才能有知,才能够选,才能,你才能行动,对不对啊,那么习近平这个,这个这些政权,这些政权,他狡猾,就从六四吸取经验教学,他倒着吸取教学,就什么呢,重大的事不让老百姓知道,你看当年赵紫阳不就讲吗,重大的事要讨论,重大的事要讨论, 人民知道啊,人民知道,人民肯定会有看法,有了看法,人民就会什么,有选择,有斗争,有抗争,或者简单讲,有社会动荡,有动荡,那么习近平,那个当年邓小平,那个就是这样,对吧,说这样,邓小平虽然,不要看现在,这个媒体又开始报道,邓小平了,邓小平了,我们饺子于习近平,就是,那不那么厌恶邓小平,那不对的,邓小平的本质也是一样, 他残暴的镇压了北京的民主运动,对不对,只不过是他在经济方面,比习近平聪明,另外他在镇压手段,就是治理国家手段上,比习近平狡猾,习近平是愚蠢,直白,本质上没什么不同,啊,所以我告诉你,啊,这个公安部今天开的扩大会议,你看是什么名堂,你们仔细看看吧,啊,我是通过,这个,呃,中纪美的网站,啊,今天发布的,啊, 啊,也就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是8月21号召开,传达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,还有16次集体学习,党外人士座谈会的讲话精神,其实早就传达,卫生街开始了,就证明思想不同意,上面出现了,严重的思想混乱, 他们的焦点是终于看明白,就我们这个节目第一个分析,啊,就在新闻终述这一天,就围绕什么,两个区域,两个维护,王小红是坚定的维护,两个区域,就是个人崇拜,他还没改变,元老们,还有些新贵,就是李克强的线,还有更多的党内官员和,包括军队,军头们,凡这个东西,认为一个恢复党的继续道,啊,其实就这么点分歧,分歧,啊,分歧,因此,他又组织什么,组织公安部这些人, 学习,他为什么组织公安部,公安部内部肯定也发生了矛盾,就有一派是坚定的跟着王小红混,有一些人不赞人啊,啊,这里我今天还没有看到,还没看公安部最近有什么活动,有的时候他不报道,因为这是长安网嘛,长安网就也是官网,啊,他是有选择来报道,这里都讲到什么,一开篇就讲,会议指出,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,看见没有,就证明他最去揪心的就这个事,两个区域,两个维护,啊, 这里还讲了四个知情,四个意识,我不去重复了,啊,我要告诉你,公安部是什么,重重自重,因为习近平啊,没站在理上,也不符合党的原则,啊,他给这个党天下变成家天下,严重违背了党仗,也违背,也背离了,就邓老平当年确定了,就是一些政治改革的成果,就是什么,不搞中认知,认其知,对吧, 而且呢,是,呃,集体决策,不是一个人说了算,更不是加天下,更不是加,这个帝王制,对吧,他是想搞帝王制,啊,所以今天的会,你可以看到他里边的内容,整个你看半天你就知道了,他为什么又开始,上来讲这些东西,来证明他下一步还要下,下手,就是说呢,猖狂的反,反,反扑, 他这个反扑就包括对于正生的势力进行整肃,包括今天为什么他派两位人,你看,陈明尔和这个,呃,这个,呃,这个,呃,黄昆明的人,是吧,王伟宗到西,到西,到西上,啊,表面是原长,是一个打击胡存华,明白了,是吧,这是最关键,所以,胡存华,必定安全,啊,那么,两个确定是什么东西啊,现在咱们稍微回顾一下,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发生这些斗争,啊,你看, 他是2021年10月12号,中共中央召回新闻发布会,谁发布的新闻呢,江金泉,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,阐述两个确定的内涵,强调两个确定,说这个东西是什么,时代呼唤,历史选择,民心所向,就这个东西原来我们超反,为什么改革家那个习近平那个文章撤下的就跟这有关啊,他说,习近平是当之物可以党的核心,人民的英雄,军队统帅,这几个都不讲了现在, 现在又升了党的核心,就是还在位,就是党的核心,人民领袖不讲了,对吧,还有什么,军队统帅不讲了,是吧,最明显是军方的变化,军方特别抵制他,所以为什么今天我比较相信,老邓今天早上讲那个透露的消息,就是彭丽媛被赶出了,就部队考课,考评委员会那个主任,我相信,因为军头肯定抵制他,对吧,因为你考评,你只能选董军这种人,对不对,你看董军为什么三种全会, 他们一过这一关,就军委员,这就充分说明了,我跟你讲,咱们不是在这瞎变,这是一条消息,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啊,那今天,大家都知道,内蒙古是内斗最激烈的,上一场一讲道了,胡春华在这干, 我们通过现在,海外这些媒体报道的胡春华,我们终于看出来了,就在目前分析,中共党内,唯一能够就还活着,就是,原来我们要推举领导人的话,想救党,那救出胡春华了,也就习近平这些派系啊,尤其是李强的这些人,王晓,他们现在要pass了胡春华上来,他知道胡春华这个人,不是一般的生性,是吧, 所以呢,你看一看今天,内蒙古网站发表什么消息,对吧,这是,这个,胡春华老巢,胡春华的人马基本上抓光了,但是,再抓,那还是有他的人,对吧,我们通过什么呢,他派去了新的领导人,就是,这个,今天啊,内蒙古日报刊登一篇文章,是什么呢,自治区人民政府,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,签署战略合作协议, 你要看这消息,你觉得是一般的新闻,我认为不是一般的新闻,他是8月20号,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,在胡和好特,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,你就想想吧,他这个供销总社,就国家一个部门吧,对不对,简单的讲,供销社,邓小平的年代, 你记住啊,最不受欢迎就这个东西,这个东西就是计划经济产物,或者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这个,这个,呃,一个经济形势,对吧,什么事儿,东西都不能卖,就可以供销社,啊,农村不就是这样吗,连你家里,啊,养的鸡,下的蛋,你,你,你不能拿到鸡丝上卖,你可以吃,吃点鸡蛋可以,啊, 你要卖就属于违法,叫走资本的道路,抓就要受批判,甚至关到鸡丝所里去,啊,我们那个地方,当时关的那个劳改所叫狗洞,狗洞的就在那个普兰殿那个道口,那有个拘留所,就搬石头,可苦了的时候,你,你搬几个月石头以后,你基本上就残了,啊,所以要抓到狗洞倒霉了,就是,这属于说呢,说明,这属于什么错误呢,就是几乎于犯罪和这个犯错误之间,因为那时候抓你啊, 不用公安局抓你,每个大队都有那个质保主任,咱质保主任是两个人,一个是,就是那个大队里边出一个就是农民,啊,长得像瘦像猴子的事,一个是咱只请他家送了,送了点礼,就他爸是当罐,送点礼,买那么罐,叫脱产,什么叫脱产,不用劳动,我们那时候拿抗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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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抗,抗抗,抗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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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乱七八糟事儿,因为他质保主任还抓狗破写,就是那个村子里有一个女的,我现在回想人是正当,就是人那个女的属性解放,就是性欲特别强的那种女的,就拿那个除地的时候,就和那农民啊,就左林右手那些乡亲们,男的啊,只要出一口地,他就赞报给,就就就就打一炮,就那种女的,就特别开放,也不当回事儿反了,就那么个女的啊,他就给那女抓起来以后,他就审讯,他审讯就问那些细节, 他也没,这个男的就是咱前一点儿,和我一样年龄,他也朦朦朦朦不懂男女这事儿,但是又没有性教育,咱还好奇,怎么胜出来孩子,怎么,男女怎么做,咱都不懂,他就给他讲这些事儿,回来以后啊,我记得清楚,同样还有抓那个就是到,你家那鸡啊,鸭蛋鸡蛋,你拿到那个普兰殿,因为他那个地方,走到普兰殿呢,要坐,呃,马车的话,在一个小时,是吧,坐汽车也在半个小时, 那去卖那个鸡蛋,你要一旦抓着你的话,卖可以卖,有些人私下卖啊,一个鸡蛋五分钱,一般都两毛五那时候,一个鸭蛋呢,便宜到那么长度,抓着以后拉回来, 这个大队就批斗,开批斗会儿,没给你关到狗洞了啊,就批斗会儿,但是那个小筐拐着,很不容易啊,一个大筐啊,抓那么多鸡蛋这样,拐着走,要走好几个小时,有时候你能赶上个马车,就是哥哥呀,书叫,他就拉你去,你就拿到那鸡丝,再一个个卖了,然后这个你就是富人了,就叫走资本人道路, 因为那时候辽宁省的,哥哥会主任是毛远新,那绝对厉害啊,我就跟你讲,那时候记者路线,那怎么办,你这个鸡蛋怎么办呢,我怎么是详细,因为那时候后来我就因为我表现好,也是记者思想影响,我就好写作嘛,他就办那个黑板报,就大队有广播,他需要能写稿的人啊,我就可以不参加劳动了,脱彩,就和这个,这个,质保主任这个男呢, 我俩就评级了,我是报道员兼理论员,但是我还同样不太知道男女这事,是吧,他每天就跟着那个人,像瘦湖那个人呢,身上被一杆枪,就出去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,包括卖什么东西,小商小贩啊,我呢就当报道员了,也拓惨了,还在那个工地上建个广播站啊,有个女的长得挺漂亮,她在那当广播员,就她那个声音好,她那播音,我写完稿,她在那播音, 大队一个副书记管宣传领导咱了,我现在想挺有意思的啊,那傻傻的,在那个年代啊,就供销社啊,就这个单位,这个部门,就一个商场,就在哪个地方,圆屯,圆屯,就咱们那个,这个大队的一个,一个叫政治文化中心吧,就那么一个破坊的,里边就三种,三四种商品,什么商品,告诉你啊,这个硬的像石头一样,那个那个,那个饼干,咱买不起啊,咱怕你看啊,其实就是, 就是一个面呢,白面,放点那个糖精,咱经常偶尔吃过,吃过,别人买了,给咱一点,是吧,喝的是那个,还有一种白酒,叫糯米香,就一种酒,咱根本买不起,当时它两块五,两块五就是天文素质了,拿那么,全年再挣不到一百块钱,你想,咱能吃得起那时候,是吧,再就是那个,那个布,没有一卖衣服的,全是那个布,可多的那个布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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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一点鞋,回家做衣服,就那个意思啊, 现在想起来,谁能卖呢,就是这个供销社,叫圆屯,圆屯商店,就属于供销社,那么今天这个,王立霞,今天是自治区主席,王立霞,王立霞是咱们那个,聊大,我学妹啊,他比我晚的多,但是他聊大,正宗聊大的啊,所以我有点信息,就这方面, 因为,聊大同学经常来啊,完了,我,我听说啊,他和谁,他和王冬明俩关系好,就现在人大副院长,他是铁哥们儿,老铁,以前我讲过,不重复了啊,通过今天这个活动,你可以,你可以看出什么,习近平,还是要倒退啊,你要知道啊,因为他很了解情况,这肯定王冬明给他讲的,说,这个,因为王冬明现在,忠诚于,就习近平, 至少是现在霸击习近平,是吧,习近平把他看着铁哥们儿,习近平派他到四川当省委书记,把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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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共抗议人全杀了,是吧,你看他还搞过王,元宝景那个案,他也报仇了,是吧,那王冬明原先不就是,就辽阳思维的书记吗,你看,他那老曹那三个民营企业家就灭了,是吧,也其实那次冤案,冤案实际上,完了为了报复,给,给那个,给那个,这个, 给这个四川的哈,那个,那点兄弟俩也抢毙了,是吧,你看,非常有意思啊,刘汉,是不是啊,那不都是吗,你就看这个国家黑暗到什么程度,你就想想吧,这里,这里故事老了,就暂时不知道,我跟你讲啊,有些细节在不好意思,太讲,讲不好,对不对,我要告诉你,这个王立霞是个秀气灵通的女人啊,我告诉你,可不是一般的,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,8月20号,她邀请这个中华全国共产党, 说总社的领导来,因为总社的人也知道她的后台硬,她也知道他们习近平要做什么,因为她做这个事,习近平最高兴,要恢复计划经济,就是回到毛泽东那个年代,那个年代就没有什么商场,什么都没有,就这一个,那个供销社的主任可牛了,我跟你讲,贱人都,眼皮都不洗甲,你走,你都在主动和他握手,哎,刘主任,你轻易不到那个圆屯商店去啊,那供销社,那比如说那供销社是这样的体系啊,就是普兰店是, 供销总社,下面是这个圆屯,这个供销社,是吧,也就是你家的生产所有东西给他,然后所有的商品他,他卖,他买,你根本赚不少钱,这个都吓人,你通过他这个,你就知道啊,这个习近平在想什么,我跟你讲,这是很重要的动态,这说明什么, 不像外界想象,就是说,现在的这个,这些封疆党力,全背叛习近平,那你是误读了,我看有些自媒体,他们不太了解啊, 这才是什么,这才是就是说,官样文章,你通过这个,至少可以看出,上层动向,四分成两派,有反习的, 但是,反习的人先并没有掌控权力,反倒是,顺从习近平的人,你看见没有,开马屁的人先掌控权力,就这个意思啊,那当然,这里自治区的主席是孙少诚, 其实现在孙少诚不如他后台影,听他的,再加上两个男女,陪大国不累,大家都知道,你和女的合作好了以后,那些男都挺女的,我跟你讲的, 这才怪的,你女的有女的招,他以柔克刚,是不是啊,有的甚至能给你整床上,叫你干啥,你干啥,是吧,那他俩怎么样,咱不太清楚, 就给我感觉,他这个今天的,就举动了,是一虎寻常的啊,也就是8月20号,他和这个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呢,签了一个协议, 那么供销总社谁来的呢,理事会副主任韩丽萍,他们正式签约了,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进和中华全国供销社,理事会副主任张海林,代表双方签署协议, 也就是内蒙古,通过这个方式,就在胡宗华手下解放出来, 因为胡宗华是搞改革开放,他肯定烦这个,他在位肯定不会去打理什么供销社, 他恨不得给他解散,所以供销社在改革开放年代,不就解散了,就没有,哪有供销社, 就到了西平时代,供销社又回来了,这就证明经济基础要发生变化, 这很大的事儿,这也是为了应对眼下的形势,什么事情形势,战时经济, 我要告诉你,西平准备了两张牌,都有利于他的统治, 如果冷战,就是说所有的货物,他不在乎你什么能不能卖的出去, 反正都是国家收购,国家卖,他说了算,叫分配,配极制的, 那就是配极制,咱们下乡那时候可不是吗,你干了一年是没有工资, 干一年就计分,就是那个劳动啊,每天上班,不是到弟弟干活吗, 什么扛石头修提田呢,什么革麦子,我全干过啊, 我跟人家打场什么的,我都干过啊,到了年底, 就是你每干一天,他给你计分,根据你表现,十分,九分,分, 有些女知情就为了分高,大家党主书记俩干, 你不干,你不给你分,你更不能回程,我见得太多了,就那些事儿, 那时候女人漂亮,就算扎小红红头绳的,长得好看的, 都叫那个地方那些土罗巴基老农民给祸害了,我跟你讲的, 我看了听的太多了,我1974年下乡,到1978年, 整个四年,你就想想,我最起码整个新进县的这个知情那些点, 我基本上没说全走遍,但是多少走了一些, 那时候不就张将是在劈口当知情了,对不对啊, 那高满堂是,那些电视剧的高满堂是挖过公社的嘛, 是吧是吧,那个金光大道那老兄,他是太平公社的, 是吧,寡妇桥大队的嘛,我怎么不知道,就那个圈子里的, 那时候我跟你讲吧,我非常了解这个继承的情况, 也就是什么呢,你没有别的地方吃饭, 你就想吃饭去哪里吃,就是你好好劳动改造, 然后你所在的青年点,到了中午晚上就一大锅饭, 一沸一沸,就是配几制,共几制, 你要不忠诚共产党,你不顺钩留命饭吃, 这就是西平想法啊,就等将来得起仗的以后就是这样, 对不对啊,你什么私有财产, 他还是要搞终身制,还是要搞帝王制, 你通过这个事,你就可以看着西平怎么想的, 对不对啊,你别看现在这一两天登什么, 邓小平,那是什么,那是元老们的呼声, 说多的时候他作为他退屈, 裹歇,他在这撇,他暗中还是要搞这个, 我们通过王立霞的举动, 看出现在形势,他的严峻性, 这是一条消息,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条内斗, 你看这很有意思啊,斗得非常激烈, 大家都知道,袁家军是谁, 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啊, 你们可以翻看,往前翻看啊, 题目叫袁家军不是西家军, 袁家军怎么上人, 袁家军不就在那个川普那个年代吗, 由于川普上了以后, 转变了国策, 咄咄逼人的, 派那个就是美国的军机不断到这个, 到中国的附近来侦查, 就中美之间关系逆转, 习近平感到恐惧, 不得不用什么呢, 军工系,对不对啊, 你包括李干杰, 他是生产研究核弹的, 是吧,你看他给他提把山东省给收起, 然后中处部部长, 那当然他是拍马匹, 拍到陈锡门下, 他很硬, 你再看那个, 以前辽宁的, 这些大批官员, 好多都是军工系, 就军工产业上来, 这是他应对当时的形势, 但是这些人呢, 我告诉你, 就军工系这些人有什么特点, 肯定不服习近平, 首先这些人都是正常的大学生, 儿子都研究生, 博士生, 甚至是某一方面的专家, 对不对啊, 你不是专家, 你怎么能干呢, 对不对, 你看现在很多人啊, 包括袁家军, 袁家军现在曾庆啊, 我看了很多视频啊, 咱们坦率地讲啊, 这中共党内这些官员当中, 在政治舞台上, 要论形象, 个人气质, 口才, 袁家军绝对是厉害, 真的, 那确实像这么回事, 所以外界分手议论说, 袁家军有可能当总理, 说你不要忘了, 好像袁家军目前处境不好啊, 你看今天海外有自媒体谈论这个, 就是武丹江市委书记抓起来, 说戴海伦抓起来, 那就是属于袁家军的底细, 在这个天把他抓起来了, 这可是大事儿吧, 现任的市委书记, 还给他加个什么名, 罪名, 间谍罪, 你就知道, 也就等于习近平现在看出来了, 这些军共系的事, 能干事儿又本事, 但是不听话, 对我不忠诚, 你就想想, 如果你是硕士生, 你能忠诚一个小学生吗, 你说对不对, 你就想想, 人都是博士, 人都打理你, 是不是啊, 你心里必须有数, 另外一个人, 你要是博士硕士, 你会翻墙每天看到海外的信息, 你对习近平能有好印象, 是不是啊, 所以呢, 现在袁家军在重庆, 我对人认为, 处境不妙, 怎么看出来啊, 您看今天, 人民日报重庆分版发的一篇文章, 题目叫什么呢, 中央第六, 生态环境保护, 督察组向重庆反馈督察情况, 你看, 这个小姐很有意思啊, 他是什么呢, 因为习近平现在搞这套东西, 都是钦才大臣啊, 就和过去帝王志一样, 又什么事, 小鼠鼠下去了, 是吧, 这和当年我下乡的时候一样, 这本农业先大载, 我所在叫古炮子大北, 比如大队在做事, 公社就派督察组来的, 你看习近平也搞这套东西, 就习近平把梁家河那套都沿用下来了, 亲才大臣, 他成立了什么小组呢,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小组, 这是多少轮, 第三轮, 那么这里的前后内容我就不讲了, 他派随来了, 很长有段时间退休, 这个人没有声音了, 陈运儿来, 你看, 这讲的, 督察组组长陈运儿通报督察情况, 他来了以后啊, 这个袁家军, 胡亨华, 胡亨华是市长, 崇敬是市长, 这个袁家军是书记, 一把什么说, 中央政局也, 全在座的听着陈运儿来干什么, 来性思问罪, 你看, 这个陈运儿来了以后谈什么呢, 谈重庆的问题, 批评重庆很多问题啊, 这里举了些例子啊, 他在这里的问题, 你们看看, 今天有一篇文章两三千字啊, 就讲到重庆在生态文明方面, 没有按照习近平此次做事的, 那个罪行一大批, 你看这讲, 他说,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有差距, 说重庆啊, 这个问题就不正常了, 陈运儿是什么, 陈运儿现在都退下来了, 是吧, 是吧, 大家, 他是宁夏的市委书记, 宁夏的自治区主席是贤婚, 他俩是男女搭配, 搭配不累, 对不对, 这很有意思啊, 这个他来批评袁家军, 袁家军在下面听着, 第二, 他讲这个, 一个是践行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啊, 一些曲线和部门, 仗有意识, 树的不牢, 绿色发展理念, 贯彻不坚决, 共抓大保护, 不搞打开, 反落势不力, 那你讲了半天, 他们对习近平不忠诚, 你看这有没有意思, 你看他罗列这几条啊, 都这个, 胡恒华和这个袁家军和一胡, 他俩在底坐着啊, 那么我问你, 为什么习近平爱陈运人, 这就是习近平的招啊, 习近平这个人, 咱们观察十多年看出了, 这个人低能愚蠢狂妄, 但这个人最大的本事, 内斗, 就全斗啊, 因为他每天看着, 有毛泽东整个底, 康子整个底, 他学会了这个招, 这个招就得唠叨, 就什么呢, 调动你们官员互相斗, 尤其是什么, 让他两个, 他都不太满意的人互相斗, 一直斗到死, 让你们两个都是两败俱伤啊, 这就是我们来看看陈月儿, 陈月儿大家可能遗忘了, 他是1957年出生啊, 湖南诸斗士, 你们注意他是湖南, 对不对, 他可是周强的老曹啊, 习近平最烦这个地方, 他是地方官员啊, 他出生在湖南呢, 就私从公社, 他的农民, 75年9月, 他高中毕业后呢, 就当了公社的秘书, 这种人我太了解了, 领导我呢, 不都是公社书记, 县长, 都是这个类型上来了吗, 对不对, 76年, 任查林县商业局的职工, 然后是办公室干事, 一步步干上来了, 刚开始是公社当委书记, 然后呢, 是县副县长, 然后又是县长, 然后县委书记, 90年, 90年就县委书记了, 你看, 就等于说他是这个啊, 就和我的个人经历是一模一样, 只不过他当官, 从基层上, 也就是说他的基层很有经验, 像李克强一样, 或者简单讲, 他一直属于李克强的派系, 我跟你讲啊, 92年, 他就到了陈州地位, 县四级的当委书记了, 那后来93年呢, 到94年, 他到中央党校学习, 中情令干部去一边学习, 中情团, 看不见出来啊, 那么详细我就不讲, 你们一起看, 到了97年, 他就是楼底市市委书记, 副书记, 副专业, 98年, 湖南省楼底市委的副书记, 刑署专业, 99年, 他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厅长, 党委副书记, 你看, 2000年, 湘探市委副书记代市长, 第二年是市长, 那么03年, 湘探市委书记, 毛泽东的老曹, 他从基层一级干上来的, 绝对历练非常完整, 一级上来怎么上来, 靠自己的本事, 或者说拍马屁就像胡锦涛一样, 李克强一级上来, 习近平肯定是超烦, 对不对, 那么06年, 胡温实在受到重用了, 陈玥儿升为湖南省委常委, 长沙市委书记, 晋升副书记的, 在长沙干了6年, 你看, 干了6年以后, 他又掉到哪里去了, 掉到了黑龙江,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, 13年, 完了在黑龙江又干了好几年, 然后这个人又掉到了河南, 2016年到河南, 在黑龙江干了3年, 他为什么掉了, 让他掉了, 掉了去, 那就是什么, 习近平上来以后, 不信任他, 他随于飞习下去, 但是又不是铁杆李克讲的线上, 或者讲这个人挺公正, 这个老实人, 不偏不倚的, 但这习近平也烦了, 习近平需要你跟着我混, 阿基正敌, 习近平为什么把唐一句说, 那不就因为派唐一句到辽宁当省长, 让他整李克讲, 他不整嘛, 我跟你讲的最准确, 我跟你讲嘛, 因为我是辽宁本地人, 你就想想, 我接触人多多呀, 是不是啊, 想起来我就不讲了, 他说同年7月, 他是河南省省长, 后来呢, 他就这个又调到宁夏, 19年到宁夏了, 当一把手, 贤惠给他副手, 2020年, 他就当选宁夏人大常委主任, 22年3月29号, 他退休了, 退休以后给他安排到哪里去了, 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, 你看, 习近平现在利用他, 利用他的整随整袁家军, 这两个他都不喜欢, 他不喜欢贤惠, 他也不喜欢, 他不喜欢陈月儿, 但是他没抓着陈月儿把柄, 因为宁夏抓了不少贪官, 没挖着他, 这证明这个人还行, 就不能说不贪不战, 只能说是不贪不连, 就不那么, 不那么贪的不是那么多, 不那么明显, 是不是啊, 那习近平拿的没招怎么办, 你去给我整袁家军去了, 因为习近平一看, 袁家军遭嫉妒, 对不对, 尤其这里还有个因素, 就是你要知道中央这个生态文明, 杜查组谁派的, 李强派的吧, 李强一看, 外界纷纷说, 这个袁家军长得潇洒, 这个口乐写完好, 滔滔不绝, 学问了得满腹精准, 气坏了, 说他进入国务院, 他进国务院, 李强怎么办, 是不是啊, 挫子里把狗热, 说吴大冈开店, 你比我高一头就给你血掉, 其实他们在那内斗, 就派这个陈玥仁, 以生态文明这个, 这个去整他, 陈玥仁马上心领神会, 一下罗列了不少袁家军, 和胡狠华的罪恶, 就在那批判, 你通过这事, 你就看这个习近平真狡猾, 让他们两败俱伤, 等斗到一定程度, 搞不好就给袁家军给抓起来, 如果他能把袁家军再抓了, 那重庆要官场要低震了, 你想在那之前抓了多少重庆, 是吧, 从伯克基来, 那孙政策, 这一批批多少, 那当然了啊, 咱们不好预测, 我也没有什么内部信息, 我是今天看到这个文章, 我就想这习近平每天琢磨的就是内斗, 就让他们互相斗啊, 斗到一定程度, 两个斗抓也说不定, 或者是只抓一个, 咱们现在不太清楚, 在上面是怎么斗的, 这要看, 就在三中全会, 还有这个北戴会议上, 你站到什么北边, 我相信这个陈允儿, 他不敢和喜平作对, 他是个老实人, 再说心里话啊, 他这个干部可能随于那种, 就是四平八稳吧, 这个咱也不想往上上, 也没有什么野心, 咱也不想得罪随之那么的人, 但是, 你就想想, 在现在这个形势下, 哪有一个安全岛, 没有安全岛啊, 那至于这个袁家军啊, 你想想, 现在比较张扬, 是吧, 又这个历练比较完整, 是吧, 形象又好, 口才又好, 听说一口流利的英文, 那喜平吓死了, 就凭这一点, 喜平也整的, 是吧, 所以今天这个信息, 似乎给我感觉, 这个袁家军, 妙啊, 尤其是戴海伦的, 是吧, 这个牡丹江市委书, 在一耍, 在窃取到他, 那这事麻烦就大了, 因为什么, 因为这个消息, 可是同一天发布的, 对我老江发现, 是吧, 这人民日报分版, 和什么, 和这个, 这个, 戴海伦, 是吧, 他是要戴海伦吧, 是吧, 应该是啊, 今天这个媒体都已经报道了, 这个, 我今天早上啊, 听到一个海外的自媒体啊, 因为有一些自媒体, 咱们必须承认啊, 人家就是消息啊, 还是比较灵童的, 讲到了啊, 就是说他和袁家军怪奇, 非同一般是, 是马仔啊, 你就想这个问, 这个消息为什么要说, 国内一些人给他提供料, 那不就是国内就李强这些人, 要斗袁家军, 故意给放出来, 这样就造成这个袁家军心底恐慌, 恐慌就让你什么呢, 盲踪出乱, 然后就开抓啊, 所以这个中共现在上层权力斗争啊, 眼下非常的激烈啊, 好, 谢谢, 再见